哈喽弟兄姐妹们 准备平安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首 除你以外这首赞美 相信很多弟兄姐妹 对这首赞美也是特别的熟悉 那分享之前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被世界所影响多一点 还是被耶稣基督影响多一点呢 有的时候真的是 我们放不下我们自己 被这个世界影响多一点 让我们看不见 上帝的恩典 马太福音五章八节 耶稣曾经讲到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我们真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静下我们自己 放下一切的这样的东西 能够让我们单单的来渴慕 仰望神 这样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 在我们的周围 还有我们的身上 能够看到很多神 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赞美 祝你意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你意外 在地上我别无眷恋 除你意外 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除你意外 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让我们再来一遍 让我们再来一遍 祝你意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虽然我的肉体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我承认你意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你意外 在地上我别无眷恋 除你意外 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除你意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 渐渐地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 渐渐地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主啊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肉体一天天的老去 但是主啊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这样的福分 我们得到了这样永远的生命 主啊真的能够让我们不要看在地上 让我们单单的来仰望天上的东西 主啊真的感谢你这一周以来的保守 今天也特别期待啊 你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 真的感谢主这样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哈喽各位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面 又分享神的话语 大家都平安嘛 都平安嘛 我们韩语有一个这样的话哈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哈 相信大家都很平安哈 今天呢是在家里录哈 早上去办公室忘带手机了 所以刚刚又回来哈 在这里快快录一下 然后呢发给大家哈 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分享的话语呢 是在生命纪一章34到46节的经文哈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 我给大家读一下 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 就发怒启示说 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 岂是应许赐给你们列主的美帝 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 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 他和他的子孙 因为他专心跟从我 耶和华为你的缘故也向我发怒 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 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 他必得进入那地 你要勉励他 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 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 就是你们所说 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 必进入那地 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 他们必得为业 至于你们要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那时你们回答我说 你们得罪了耶和华 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 所吩咐的上去征战 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 争先上山地去 耶和华吩咐我说 你对他们说 不要上去 也不要征战 因我不在你们中间 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 我就告诉了你们 你们却不听从 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擅自上山地去了 驻那山地的亚摩利人 就出来攻击你们 追赶你们 如蜂拥一般 在西尔杀退你们 直到荷尔玛 你们便回来 在耶和华面前哭好 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 也不向你们撤耳 于是你们在 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哈利路呀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 让我们今天又在这里 分享你的话语 愿主你 亲自灵格在我们当中 向我们说话 将你的恩典 将信心大大的赐给 与我们一起同在 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信心呢 是我们相信神的话 相信神的约 不仅信 我们也顺从 按着祂的话去行 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相信 听 相信 然后呢 按着祂的话去行 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要有行为 要有行为 那么我们看 以色列百姓 他们面对 这个迦南地 在加底斯巴尼亚 他们呢 没有 按着信心的进去 而是呢 先要派12个侦探兵 进去看一下 看一下那地如何 果然这12个侦探兵 去了 回来 然后呢 两个人呢 说可以进去 但10个人说 不可以进去 那么结果呢 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呢 听了这10个人的话 那么这10个人的 根据 进不去的根据在哪呢 就在于 他们眼睛所看到的 那地的民是何等高大 他们的强是何等的坚固 他们的军队是何等的强大 所以我们进不去 结果呢 所有以色列百姓都听了 所以啊 他们呢 彻底的选择了 眼睛所看见的 神说进去 神说可以 我已将这地赐给你们 但是他们却选择了 自己眼睛所看见的 所以呢 他们就拒绝了进去 那么这个时候 神怎么样啊 降怒 今天的经文就是 神降怒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神就降怒给他们 那么神降怒呢 首先对他们讲了 这个三个信息 第一个 就是35节 说你们谁都不能进去 你们这作恶的 恶世代的人 连一个也不得见 我所启示应许 赐给你们列祖的 那美帝 你们都进不去了 哇 这个就可怕了 他们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进到迦南地 但是因为他们的悖逆 他们的不信 他们就无法进入到这迦南地去 去不了 你们无法去 都要死在旷野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可以进的人 那么谁可以进去呢 两类人 一个是谁啊 就是迦勒和约束亚 用信心来怎么样啊 反应的 用信心来反应的 他们可以进去 他们可以进去 迦勒和约束亚 还有呢 就是那些妇女和孩子们 出埃及的那些妇人和孩子们 他们呢 可以进到迦南地去 迦勒和约束亚呢 是用信心来反应的 并且呢 妇女和孩子呢 他们是没有这个决定权的 这样的一群人 所以呢 他们呢 就可以进到那迦南地的 迦南地的 然后第三个神 对他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说你们四十节 至于你们呢 那么进不去要怎么办 那么要在旷野回转 要转回从红海进入到旷野去 在那里面转 转 转多少年呢 转四十年 哇 这个就是他们选择眼睛 所看见的 他们选择不信的代价 太大了 出埃及的目的是进入迦南地 但是因为他们的不信 他们都无法进去 这就是代价 所以各位兄姐妹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呢 选择不信的时候 我们选择 眼睛所看见的时候 眼睛看为好的的时候 我们就会付出这样的代价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什么呢 信心 信心 并且呢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信心呢 是我们相信神他成就 而不是靠我的努力成就的 很多的人呢 是信心是美好的盼望 然后用自己的努力去成就 以为这是信心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 又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 信心呢 是彻底的相信神成就 并且顺从他 然后神他自己来成就 不是我的努力 不是我的功劳 不是我的能力 我们要知道这一点 当然我们要去努力 我们要去做 但是我们努力 我们去做是顺从神的引领 顺从神的约 而不是我自己去努力 神的旨意不在这里面 但是我自己努力 凭我自己 那么这就不是信心 在后面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神说你们进不去了 所以这些 以色列人就急了 着急了 说那么我们要上去 我们一定要上去 然后怎么样呢 41节说什么 他们怎么样呢 净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擅自怎么样呢 上去 他们说我们上去 那我们就上去征战吧 我们不能死在旷野 我们上去吧 神说不行 但是还是要上去 结果怎么样呢 44到45节 我们看到了他们怎么样 彻底的溃败 彻底的溃败 完全的怎么样了 被敌人怎么样了 打败 被亚摩利人打败 这个跟在利菲丁 跟亚马利人的征战的 这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以色列百姓能够征战 进入迦南地 德纳地 彻彻底底是谁的恩典呢 神的恩典 以色列百姓只要顺从就可以 你看 在后面 在约束亚记里面 你看他们征战 这个耶利哥城 完全是神的工作 他们围着城转 转了七天 十三圈 最后呐喊的时候 城就倒了 然后第二场战争 挨城的时候 他们靠着自己 失败了 后面我们看 他们在一直依靠上帝 顺从神的引领 完全的仰望神 他们就怎么样 赢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的 我们也是这样的 不仅以色列百姓这样 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彻底的跟随 谁的引领啊 神的引领 而不是我自己的能力 我们要知道 战争是属于谁的 属于神的 我们是什么 顺从 我们是仰望 我们是依靠 按着神的旨意 我们去做 我们努力的去做 那么 神就会让这些事情怎么样 成就 成就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祝福我们 中国礼拜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也都能够过这样的 信心的生活 不凭眼见 而是顺从神的话语 然后 不是按我的 心意去做什么 而是 完全顺从神 按着神的心意去努力 去做 神一定会怎么样 成就 一定会祝福的 在这 冠状病毒的 这样的一个危机的时刻 我祝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活出这 信心的生命来 战争是属于上帝的 神 赢了 只要我们相信 顺从 我们也一定会赢的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父神 感谢你 今天 让我们在这里 通过约翠亚细 才一直看到 信心 与悖逆的结果 主啊 也让我们学会信心 主啊 真的让我们仰望你 让我们都能够过一个 信心的生活 也让我们都能够 尝到信心的果子 主 祝福与我们一起存在 感谢主 赞美主 以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好 弟兄姐妹们再见 加油 加油